以为玉白米代表的猪源郁润 结白如玉的 明道大学学生走秀 带来引以为傲的农产品 这项由精致农业学系原住民专班 学生亲手耕作的玉白米 从生产采收到分级行销 全都是系上一手包办 不只煮成白米饭好吃 研发出来的料理更是多元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咖喱火锅 咖喱鸡 咖喱 姜黄其实是咖喱粉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的食材 我们这个玉白米 刚好今年度有玉白米做得很不错 所以说刚好配合我们的这个姜黄来推广 将玉白米和姜黄一起煮成姜黄饭 带点辛辣香气 包入馅料成了特殊风味粽 明道大学设立的精致农业学系原住民专班 为的就是希望帮助原住民学生 学习有机农业技术 拥有一技之长 而玉白米的推广对学生来说就是成果的肯定 我想这个我们原住民的学生农场时期 所以生产的玉白米 我们现在每一年有五公顷 那我们会把它扩大到十二公顷 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一年 现在目前大概一个一期做大概有二十六吨左右 到三十吨左右 那么两期做大概加起来六十吨 尽量吧因为我在外面的应酬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要求都用有机米 但是我看到各单位推出或研发出来高品质的米 我心里都很感激 因为会增加所有人的健康 总有一天非有机不行 而宣传活动上民到大学也送上锋利发电机模型给台中市政府 市长也提议可以在市府大楼后方装设十座 供全大楼的电梯用电 不过这发想能否实现还有待评估 最重要的是和民众一同打造有机低碳城市的想法 不会让步 银君台中采访报道